8月24日,网上开始出现多幅055行驱逐舰,在拖船拖带下是离码头的照片。 根据建造进度推测,055行驱逐舰的首舰101男账号,很有可能是在今天正式出海海市,055行驱逐舰是我不自行研制的第三款周斯顿驱逐舰,该舰长180米,宽23米,满载排水量的1.2万吨以上,是目前在队上仅次于俄罗斯基洛夫,集合动力巡洋舰和美国地地G1000, 朱姆伯尔特的大型飞航母论水面主战舰艇,也是我国目前建造的对最大的驱逐舰,055行驱逐舰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01研究所设计,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共同建造,其可点在于采用隐善外型设计, 并且在国产346A型主动向控阵雷达的基础上,将其他主要雷达系统整合进入共行天线阵略, 从而大大简化了舰艇外部的各种雷达天线数量和型号,强化了隐身效果。 同时,055行驱逐舰,还是全球第一款装备,双波段向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除了装备四面阵列,DF波段大型对空雷达外,还在主围杆上安装了四面X波段,新型向控阵雷达,具备常规的防空作战能力外, 还具备相当强的导弹来接能力,是我国缺乏大功率建在燃气轮机的制约,我国早先建造的驱逐舰普遍多位偏小, 比如052B型满载排水量近5800多,052C型6000到6500吨,052D型增大了约500吨,相对的每身博客2型件满载排水量,就达到8600多, 第二,改进型的博客2型更是提升到9000吨以上,而提康德罗加吉马载,则在9500吨左右,055型驱逐舰的服役,让我国驱逐舰的技术水平,一下子达到了美国水平,甚至部分有所超越, 目前美国海军主力装备的是博客机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吉尋扬舰,这两型舰艇主要使用的APY1系列向控阵雷达,为无缘向控阵雷达, 在技术上要比我国346型雷达落后一代,而我国从052D开始装备,346A型雷达更在346型基础上又有所提升,军舰排水量越大,意味着内部空间越大,可以装备更先进完善的电子设备, 携带更多的燃料和代料,持续作战能力也更为强大,但是受发动机功率的限制,大型军舰并不是谁都能造得起, 目前全球只有中美两国以下角子的速率大规模建造万吨及大型驱逐舰,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等已经被中美远远甩在身后, 俄罗斯只能靠前苏联一流下来得上能开动的一艘基洛夫及核动力巡洋舰,三艘光荣及万吨巡洋舰趁撑们言,英法育本国已经很多年没有建造和装备过万吨级的大型驱逐舰, 甚至可以说已经没有能力在建造如此先进的大型驱逐舰,现在美国101号已经开始海市, 而第一批的055行驱逐舰中 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各有四艘的订单 目前这八艘大行驱逐舰已经全部开工 这些海水量过万吨的钢铁指数是未来我国海军防空作战的核心力量 也是我国航母最可靠的带刀护卫 作者 绿刃龙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